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过去更曾经在医院急症室 成功用针灸救治中风垂危病人 但对于余教授的生活点滴 你对她的认识又有多少呢? 不如就让孙兴儿和余教授自己唱谈 开怀乐序吧! 以下为个人意见节目 敬请留意 孙兴儿名人堂 各位华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 多谢大家收听孙兴儿名人堂 今天我很开心 因为我能够请到一位很好的朋友 亦师亦友 上来跟我聊聊天 他就是余礼永教授 余教授你好 孙兴儿你好 各位听众好 余教授 其实回想起来 我认识了你 起码超过六七年以上 有了 有没有多个人都不知道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怎样认识呢? 其实我们通过我们上一首的老板 华语电台老板 而认识到余教授 是的 因为我以前很早很早以前 你这个老板作用之前的老板 差不多1994年前后 我跟美加华语 那时候的美加华语 做了一个叫文化五千的节目 是的 你说起的时候 我就记得这个节目 是的 当时我记得你还好像在香港教书 是的 那时候刚刚移民 就在中文大学做教授 是的 过来做这个节目 接着我认识你的时候 我认识了你之后 你帮了我们两人又很开心 第一 你和我们看看我们的公司 为什么漂亮不漂亮 各方面的东西 另一样东西 你和我们录了一辑节目 就叫做帝子规 是的 我还记得 不知道有没有出过 因为我都没有自己留意 出了之后 我们还重播了几次 是的 我觉得是很好 所以我认识到你 我觉得自己文化各方面 中国历史上都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你说的东西 套用在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很多都有根 有句有点 是的 教了这么多年书 有很多故事 是的 我还很想有机会再听你说一些故事 好 再说回你自己本身 家庭背景是怎样的 是否和中国文学各方面都很有关联的 我家庭基本上都是读书人 由阿爷 甚至阿爷的父亲那代都已经是 全部都是文人 我自己本身就是读中文的 还有从小读医书 所以我几岁已经是 那些什么方式或者医书 我已经读到熟了 后来在香港 因为你知道 香港那时候没有中医药大学的 1960年代的时候有文革 所以我就没有回到国内读中医药大学 主要都是 我自己是读书学家来的 自己进修中医 因为家庭本身 和我家庭的太太 就是我自己的太太 本身也是中医世家来的 所以变成我们对 中医就是有一个很长久的渊源 而且自己因为读中文 和中医其实是很接近的 因为变成我很多 《皇帝内经》那些原文的书 我都懂得看的 所以变成有时候 变成了对中医有一种希望弘扬中医文化 和有一种热爱是法治心底的 其实你又是文人世家 其实也是中医世家 你太太 你自己和你儿子都是中医 是因为他可能受到我的影响 所以我没有要求我的儿子 一定要读中医 所以他们有些都是 初初是读下自己的喜爱 比如读哲学 后来很自然地 他都会喜欢中医 因为可能中医除了书本以外 他还有一个实战 他看到真的可以救到人 所以他就会喜欢这种行业 那说回你自己本身在香港成长 和受教育 后来就进入了中文大学教书 是不是这样的路程 我拿了博士之后 我一口气读书 30岁之后就在大学做教授 一直做到退休 那几十年了 在中文大学 是的 我是他的终身教授 教中文 中文教学法 中国文化 所以我以前说的文化五千 也一直在研究中医 所以我可以现在 立刻在2011年 就扮演了一个中医针灸学院 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是在教中医 和教人针灸 其实你中医学院 是直接培训中医师 可以参加政府的考试 是的 我们现在是一间正式在安省 注册的中医学院 所以我们的学生是可以参加考试 和我们发的文憑 是正式的Diploma文憑 即是高级文憑 其实出来就可以执业了 是的 我们的学生可以考加拿大本身的中医局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政府 他都要读完书之后 比如中国也是 你读完中医的大学 都要卫生部考试 但我们就可以提供到 给学生是正式去参加考试 其实你是否大学退休了的教授 然后才开始中医那方面的发展 不是的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停过中医发展 我们在1994年 已经和北京中医学大学签约 是扮中医课程 所以我们其实在加拿大这个中文学院 一直都有中医课程 不过那时候 就不以中医学院的名义去注册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扮 其实问回你的心路历程 你觉得以往做教授 在中大里面教一些文学课程 和你现在做中医学的学校 或者从事中医工作 哪一样你会喜欢多一点 都喜欢 两样都喜欢 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 因为我有一个专业在 我不可以一方面 拿学校的身份 一方面做自己的事 但是我自己是一直在研究 还有有些亲朋戚友 我其实是和他看病的 即是一直都是在这方面 帮人去看身体 是的 如果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就也是和别人临诊的 那你很忙 其实你过去的工作 甚至现在都可能很忙 我是一个工作狂 工作狂 我从来没有休息这回事 而且我这个人不懂得玩 不懂 即是没有其他的兴趣 所以我经常跟我太太说 我应该是上居下铺 每天一有事 或者睡醒了就可以下去开工 其实挺好的 那家庭反对 他说你住得够了 即是变成没有休息时间 是的 其实家庭里面 你太太也是从事中医 大家同一个行业 会不会相处 或者意见不同的时候 都有多一点点的拗叫 我们讨论多个拗叫 很好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 遇到一些奇难习症的病人 我们会商量一下 如何去医治 还有我现在的针灸 我的针法 基本上是用在男人身上的 女人不能用的 可以 但是我只是医他的手脚 因为在针灸里面 四肢的就可以医全身了 头也都可以医全身的 所以见到阳光的地方 我都可以做的 所以其实男女我都医 不过我会和病人先说明 就是说 我主要是做哪些部分 如果她要求做一些身体的部分 我太太做 其实她的针法比我更好 大家都很好 同样可以帮助病人 其实因为我本身又很忙 没有见到你一段时间 其实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同事和你联络 可以聊天的时候 他跟我提到 余乃永教授 我认识了很久了 很想见他 当时她跟我说 他走来的时候 跟我说是很兴奋 你知不知道 台长余乃永教授 刚刚救了个病人 快要怎么说 两个小时后就不行了 医生拔口 我说这么厉害 你这是什么事 是的 那个人在去年的年底 有一个中风的病人 他已经第二次中风了 医生说他 当时入医院 就说他剩下12个小时 当我接到通知 因为他妈妈都是我们的病人 我们就义无反顾 第一时间就去到医院 但是医院还有很多东西安排 结果我接触你的病人的时候 就剩下6个小时 即6个小时就拔口了 是的 我就尽了我的方法来救他 当时他们都没有一个人相信 他们那些亲人 只不过是打算尽力 就是打算拼一下 行不行就算 我们就经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跟他做了 医院已经通知了他的家人 要来最后一面 即是见在一面 扮生后事 是的 结果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这个病人 其实已经是疏醒了 不过因为他中风 出不了声 我说其实他疏醒了 他的呼吸已经好 当时是没有人相信 医院信不信 西人不懂 医院因为他认为 他一定是 那晚已经是不行了 所以我们见到他的亲友 已经涌进来 所以当时我们做了两个小时 就说好了 我们回家了 如果有什么讯息 告诉我们 结果第二天的下午 他妈妈打电话来 就很开心 他说哎呀 你真的是救命恩人 他已经度过危险期 现在医院是给他多三天的时间 他希望我再去救他 所以我其实 第二天再去 一直跟他做到第三次 即是再去一次 那妈妈就跟我说 他说医院认为是很惊讶 很惊讶 他说这样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救到这个病人 因为他只有五十多岁 所以他说他医院就多四天时间 但结果现在 因为你做完第三次之后 医生已经同意 是将他摆进去普通病房 那他已经是可以救了 即是已经 就算白头也没有事了 已经 到我做完第四次之后 他就说 他现在转了去健康病院 他现在还在健康病院 他已经是恢复了 回到知觉了 现在只是在休阳 基本上是救了他 其实余教授 你跟他做了些什么 主要就是 第一 跟他减压 即是当时 我太太和我一个学生 三个人都是针灸师的 一起去 三个一起救他 是的 我一去到的时候 就立即跟他放穴 因为如果你不跟他放穴 就减不了他的压 这个是很科学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气 身体是密封的 当他一有压力的时候 他没有定法 宣洩的 所以其实 中医针灸是可以救到人的 比如我可以说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当一个人有中风的倾向 或者甚至口角都歪掉了 他会昏了 那他这个时候要第一时间做什么 立即拿一支针 挤自己的手指 每一个手指头 一滴血出来 那他就可以救回他了 要用针灸的方法 在他那些穴位上 我要试试他 还有没有生命的反应 那结果一试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他这个人可以救了 所以我才会做了两个小时 如果我觉得 对着一个完全没有反应的人 我做二十分钟都做不到 是 所以 一做的时候 我针灸的时候 我就知道 这个人够不够到 因为我看到他的脚趾会动 还有他的脚会会缩 就是你刺下去 他会缩 是 因为他已经有反应了 就是我已经将他那种 谷住在头的气 放松了 OK 中医和西医就有一个很不同 就是中医很讲究那个气 就是那个气 能不能够舒缓 就是在那个所谓的经脈 那个经脈如果能够运转得到 这个人就有得救 如果气塞在里面 就救不了 当时你心情怎么样 虽然做了两个小时 下救了他的命 当时我自己都不舒服 因为他刚刚上完堂 当时已经八点多 还有前一天 因为我有很多事情做 那我都很累 但是在做的过程里面 我只是想到是 希望尽量救回这个人 所以我真的完全是 是专心去救他 我甚至告诉他 你家人听说他的太太有救 他们没有反应 但我都做 是 都不相信 我都是继续做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再 只要做少了一些东西 他可能就救不了他了 其实当你做 当你其实在你前半生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是全职去投入做一个中医师 中医这件事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 但是全职投入 全职投入 还有还有教书 其实现在 为什么我会这么用心去做呢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老师 我要做一个榜样给学生看 让学生感受到 你应该如何去救人 还有救人的过程 你应该如何 还有在救人的时候 我们是任何的东西都不想的 只是希望尽量救回这个人的生命 是 因为生命就是那个刹那 你一年换了 迟了 就是救不了就救不了 对 同时间赛跑的时候 其实很有意义 是 在大学的时候教书 就是一些年轻人 可能会瘾皮少少 活泼少少 到现在教了一些中医 有些真的执业了很多年了 但是因为他要考试 就要再来跟你上课 我最老的学生是八十多岁 哇 那其实呢 难不难呢 因为他本身 我其实行医了几十年 我没有办法了 要来读 是吗 这样 因为这个就是学院派 和他临床祖辈的分别 因为其实中医是一个海 你读不完的 而且呢 中医呢 他有很多呢 特别的临床经验 那所以 其实呢 每一个病人 其实我们的态度呢 在中医呢 是没有医不了的病的 至于医不医得好呢 就要看那个 就是医生和病人 和医生的经验 够不够了 那所以我们医者父母心呢 医好的人 我们很开心的 还有呢 对着一些奇难杂症呢 我们不会怕 我们只是想办法去医好他 那所以有些病人呢 他一看 他看了很久的 因为他跟我说 我其实去很多地方呢 其实看的时间都不多 在余教授里面 已经看了很久 为什么他愿意看呢 就因为他觉得呢 他个人是慢慢向好 和骚醒了 就是好像一个人睡醒了 那而且呢 他感觉到我们很耐心 因为很简单 你就要来十次 如果我不改变 我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去医他 那我什么都不用想 来到呢 就很机械地插那几针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不是的 我们每一次完了之后呢 会考虑一下他的进展 和他怎么样 和每一针下去呢 我不知道 就是有没有人有针灸的经验 其实每一针下去都有反应的 就是那针 让他身体的寒邪出来 他的手脚在插针的地方是冷过冰箱的 说出来你不相信的 是的 走一些冻气出来的 是的 有些呢 我最近有个病人 直接走一些 因为他本身就是很经常流汗的 但是他的汗呢 是冰水来的 哦 那人是汗的 但是二十几岁而已 哦 你是想不到的 而且你呢 如果不是落针呢 你这种现象 因为我们身体 在身体流出来的水 应该是乱的 为什么他身体里面的水出来会是冰冻的呢 那这个呢 就是中医才可以解释 就是因为那个寒邪 而这个寒邪在身体里面呢 他真的不知道 他藏在哪里 那就是看那支针 那支针呢 就会引导他 在某个地方出来 那那个地方呢 就会很冷的 还有呢 在一个雪柜的 但是那些人不会暈的 不会不舒服的 因为他如果是 一些物理 好像吃错药那些 一云就整个人全身冰冷 他不是的 落支针落变 又落左脚就左脚出 右手就右手出 它只是那里很冷的 有个引导性 是啊 所以其实是有针法的 嗯嗯嗯嗯 其实呢 很多东西都想和余教授你谈一下 也都很想深入一点点 去探讨你的内心世界 但是在这个时间呢 你就选了一首歌 给我们听 就是谭永伦的《爱在心秋》 那其实你选这首歌 有什么原因呢 没有什么原因 因为它很好听 给太太听了 当然是 当然也给所有的观众听 这个都是一个 做医生就是一个大爱 其实是医者父母心 我刚才说了 治好的病人就等于一个父母 可以照顾到一个子女 嗯嗯嗯 好啊 那我们一起听一下余教授 选给我们的 谭永伦的《爱在心秋》 好啊 是我假意挽柳 如果情是永恒不留 怎会分手 以后让我已在深秋回忆 逝去的爱在心头 回忆在记忆中的我 今天曾泪流 请抬头抹去旧事 不必有我 不必有你 爱是空发不可收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有日让你已在深秋回忆 连去的我在心头回忆 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以后让我已在深秋回忆 逝去的爱在深秋回忆 在记忆中的我 今天曾泪流 请抬头抹去旧事 不必有我 不必有你 爱是空发不可收 爱是空发不可收 你是可爱到永远 我是真心舍不得你 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 我会有你 我也有我 谢谢我 你已在深秋回忆 我一会 我何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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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的嘉宾是世界中医药针灸学院院长 Vilson Yu 于乃永教授 你可能听过他的名字 他出身于中医世家 家中有五位 是在加拿大安省注册的中医师及针灸师 目前他在华人社区教授中医药针灸及临診 他在过去更曾经在医院急症室 成功用针灸救治中风垂危病人 但对于于教授的生活点滴 你对他的认识又有多少呢 不如就等孙轻仪和于教授自己唱谈 开怀乐罪吧 孙轻仪名人堂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于教授你好 孙轻仪好 各位好 于教授 你觉得你自己个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我 我只是一个读书人 谈不上什么成就 但是我写了一些书 我一方面就像跨赞自己 我是国际级的中国医院学家 你把我的名字写在Google是一百页的 这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引用我的书 所以变成会更多 但是不等于我什么成就 语言学家 语言学家 语言 语言学家 语言教授 语言教授 在教中醫和針灸 因為我很忙,其實我沒有時間寫 我現在指導學生寫論文 有時候學生的論文寫得好 我都很開心 當然他會由我的提點 和經過他的努力 現在我指導的學生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 和上海中醫藥大學 其實都有學生 所以這也是我挺開心的 相信你在中大教書的時候 和現在都會很忙 你如何分配自己在家裡的時間 除了想過一個上居下舖的想法之外 我很感謝我太太 我太太是一個可以進廚房 可以出廳堂的人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由她照顧 我很差 我除了讀書外什麼都不懂 甚至我有時候 不懂得跟別人相處 我經常讀書 教書 下課後就吃飯睡覺 所以這方面 全都是靠我太太去處理 真是很好 有一位這麼好的延內座去幫忙 可以令到你各方面都可以輕鬆很多 專心 專心發展自己的事 而且你和你太太 都教得你的子女很好 因為你都繼承了成為一位中醫 這也是她自己的興趣 另一方面 其實家裡真的很重要 她最重要是看到 你這件事有沒有成果 這不可以強迫 因為這對她來說 是一個為何她會有興趣 或者願意做的事 她發覺中醫真的可以救人 還有有時候是可以補西醫的不足 因為在中醫中說 上醫醫於未病 在中醫的角度 不是等於病人是病才去治療 因為人的內壽性很強 如果在西醫上查到她 其實她可能身體某個器官 或者身體狀況 已經差到低於一半 所以才會出現病變 在這個時候去處理 第一很難治療 第二你知到西醫最後就是一把刀 就切了它 但你切了它 是會引起其他很多後遺症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你作為一個中醫 你對自己就會更加知道 如果對人 終於有亡文文切 所以有時候覺得自己 變成半個體相佬 半個體相佬 因為我有時候看到那些人 我知道他有事 我會看到他的樣子 是的 我都知道 還有看看他的氣息 因為他的氣息 這個人的體質 是好不好看得到的 但是你知道 因為我自己 既然是一個醫生 變成了我 有利益衝突 如果我在街上看到有人 我說你病 我是醫生 你來看我 好像去生意 他誤會了你生意 所以我有時候 都很難過 因為我明知道 這個人有事 我幫不了他 救不了他 但是我當然是希望 很多人 可以知道自己的問題 如果能夠知道自己 保養一下 都很好 是的 健康很重要 你想想 治美病總比 你病發生之後 再去醫治 很遲 等你很長 還有自己的痛苦 是的 真的很痛苦 其實余教授 在你人生裡 有沒有哪一件事 令你覺得很難忘 又很值得和聽眾分享 有一個鼓勵性 人生難忘的事 如果是難忘的事 其實我個人很感性 所以其實 就算有些人 出現了問題 他只要和我拉傷的關係 我都會很難忘 譬如說說我最近醫治的個案 有一個老人家 他87歲 他家裡有所有的西醫 因為他家裡有幾個子女 一個是藥劑 一個是正式的西醫 一個是麥理治療師 所以他基本上 所有問題 家裡都可以解決 但是他來看我 看我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以前中過風 而且他的口角是歪斜的 而且他的唇都伸了出來 即是反了出來 我一看便知道他很嚴重 因為他走路都歪斜了 當然他覺得 因為他為何來看我 因為他的腳腫 他的腳腫 就解決不了 我一看他便知道他很嚴重 但我當時不想去告訴他 以及我不想給他人感覺 第一天我嚇到他的家人 所以我一看便覺得這個人 其實不會很久 因為他很遲看 我希望盡量幫到他 那果然真的 他一個星期來看我兩次 是把他的腳腫完全燒了 就是用針灸 是的 但是我越看他便越知道不妙 因為為什麼呢 針灸裡面有些針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用來測試到他 因為他告訴我 他以前中了風 而且他的舌頭是不能伸出來的 所以我便用那支針 在他的下顎那邊 一直通上去 插到他的舌頭 嘩 這些針是普通人不懂得用的 但我一方面 我想他的舌頭伸出來 第二方面 我想看看他的身體的狀況 但結果呢 在過了幾天後 我看到他覺得怎樣 他好了一點點 但也沒什麼用 我知道他很嚴重 另外呢 我插了他的口唇反出來 我插了一支針 第二天見到他 即是下次來 覺得他的反應又不好 我知道他身體的氣場已經很差 但我當時不想說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說的時候 他會嚇怕他 和他的家人不知道能否接受到 結果呢 我再過了 一共看了他一個多月 有一天 他有個親友告訴我 這位先生在半夜很安場地去了 我當時呢 因為我知道他很嚴重 所以我其實有一些問題 即是 我只是覺得他走了 很可惜 但是呢 我希望他可以再久一點 但因為他看得遲 但我起碼唯一能夠幫到他 就是他很安場 即是他不會有什麼痛苦 因為有時候中風的病人 他會容易中風 就很嚴重 所以他可能有醫院急救 搞到我家裡很多事 即是家裡很惶恐 但是呢 我可以 我唯一能夠放得心樂的 即是自己覺得安樂的 就是他很安場地離開 那是最近的事來的 都是我一個醫療裡面的難忘 所以我後來我就想 如果我遇到一些 這些類病 我都是盡早告訴他的家人 讓他家人去準備 那因為我當時不想說 因為人家剛剛來 因為我怕他 以為我嚇他 或者想他來多看幾次 所以我就沒有說 嗯 但其實呢 已經盡了能力 因為始終人 難道不會去世嗎 一定會 是吧 不過希望走的時候是 安場舒服 也都令到身邊圍下的 即是家人 朋友呢 即是壓力不要那麼大 是啊 他都87歲 哦 還有呢 他 因為他很遲看 我想呢 他如果不是腳腫 他都不看 因為腳腫那樣東西呢 是令到他走路有問題 因為他也有糖尿病 是 那麼呢 他為什麼一直保持著來看呢 就是因為果然真的很有效 因為呢 我做過很多病人 就是他的腳腫 所以有些還好笑話的 有些病人比較怕痛 他說做一隻腳好了 結果一落床的時候呢 就一隻小一隻腳大的 哈哈 因為他一隻腳做就燒了 是 所以他的太太就下次又要推他來過 很多的這些病人 有些呢 就 醫生說他的神經 即是腳的神經已經死了 他說你躺下我和他試一下 那結果我沒有啊 沒事啊 那我呢 跟他做了兩三次 他走一回 他很開心的 我也為他鼓掌 因為他也為我鼓掌 因為我覺得 哇原來針灸這麼神奇 是 其實我聽了你說呢 我都很開心和興奮 是 因為你想想 那個病人 即是病在折磨的時候 你能夠幫到他呢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因為大家自己都會試過病 特別痛症 沒有人幫到你 那種痛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 是啊 所以有些呢 尤其是外國人 因為他不接受中醫 他一接受中醫 他應該是相信你 不相信他就不來 那你又醫治他 他直接叫的 他叫得很大聲 哇 我聽到很開心 是啊 所以因為他通常來的 都是西藥已經沒有用了 或者吃完了 已經沒有反應了 但是你突然間 是一個另類療法 另類療法 可以治好他 他就很開心 是啊 那余耀秀 在未來日子裡面 有沒有什麼是你很想做 或者有沒有什麼心願 你很想達成的 我希望 因為安省的中醫正在發展中 我希望能夠多些人可以讀到一些比較正規的中醫學校 因為我們都是跟一些國內很出名的廣州中藥大學 上海中藥大學 都排名在前後 前五名的大學合作 希望中醫藥給更多人認識 以及可以讓很多人可以學到正式的中醫 這個將來對他的執業也很有用 為什麼呢 我覺得加拿大醫療和老人家的確很多 所以如果是 有給一些年輕人 我現在有一個學生二十幾歲 而且他們都是大畢業的 我覺得一個行業 將來有沒有希望呢 也都看看他的學習的學生 所以我希望這一類的年輕人 真的認識中醫 以及能夠將中醫和針灸幫助很多人 又被這裏的主流社會認識到中醫的博大精心 其實中醫你不要以為只是一些長期病 比如我剛才說的 那些急救其實還有用 因為你就算一個中風病人 他最快的神去到醫院 他都要起碼一兩個小時 才可以上到手術床 但是如果你懂得一些中醫的方法 當事情未發生到很嚴重的時候 已經可以救回自己 以及爭取了時間去看醫生 因為當你的病情穩定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余教授 其實我也希望很多年輕人 能夠學習中醫 將這件事繼續傳下去才行 但是無奈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但是中醫就涉及很多中文 名詞 有些很深的理論在裏面 但如果在這裏長大的 年輕人 全部都是英文大的 那些讀的時候有沒有困難呢 這個又是一個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安省中醫 那些考試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你英文好 反而有優勢 優勢 另外 因為 這個又是我一個 覺得很有意義 為什麼 我自己的學生 我剛才說了 我有二十幾歲的學生 有些幾歲又來的 所以其實他真的不太懂中文 但你猜他要求什麼 他說他要求我用中文講 我用英文他都不要 因為這個就是中國人才能理解到 中醫你不用中文 其實是學不好的 是的 因為他每一個 譬如月位的名字都好 他叫那個名字 其實是有原因的 沒錯 譬如我們叫這個月位 叫什麼名字 譬如叫風池月 譬如叫風池月 風當然跟風有關 這個風是什麼 很多 乾風 因為在中醫裡面 風寒暑濕燥熱 其實風致病是最多的 所以這個風池 就是專門醫風病的 譬如中風 或者甚至全身痕 都是跟風有關的 因為他是猶疑不定 有些人敏感 全身都有的 所以 很多月位 如果你不懂中文 那怎麼辦 就記號碼 就說 足三里 ST36 你怎麼知道是什麼 對 想不到那個原因 所以 為什麼說 用英文學不到中醫 因為他變成死記 361個學位 361個月位 他變成編號 編了 編號 他是沒有意思的 變成一個公式 總之你醫什麼病 這幾個月位 但是你知道 穴位只是一個起點 等於我們判證 你不可以每一種病 只是一種藥方 你還可以 還要看病人的情況 體質 以及病因病基 來配穴位 等於配藥一樣 如果你只用一個方法 是醫不好你的 或者醫完之後 很快就復發 或者根本不斷你 是 嗯 其實呢 講到中醫藥 真是博大精心 是 文學也是 是 其實呢 余教授說你集了兩樣東西 在身 其實在你身上 我們真的可以學到很多中國人的文化傳統 哦 多謝 這個其實呢 都是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後之樂而樂 因為中國讀書人也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 如果譬如醫這件事 為什麼我說 和中國文化很有關係呢 這個也是我來了加拿大 整二十幾年的感受 你要和一個外國人講中國文化 就算他拍攏手掌也好 他不會認同你的 他只是當作一種知識 但是呢 如果你將中國文化 在中醫裡體現出來 這個呢 就是用一個宗教的說話 叫做道成育身 就是我將它實現了 你說中國文化好不好 你看 中醫醫好了你 是不是 他說是 所以這個呢 其實是用一種實際的方法 來感受到中國的偉大 或者中國文化的可貴 我希望呢 這個中國文化呢 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余教授 你很大責任喔 中國文化 和中醫術 不過中國人呢 是非常博大精心的 我都很希望呢 能夠有機會呢 是真的傳下去 給我們下一代 是啊 那當然呢 我有個中醫學院 也都 如果 很多聽眾 聽眾 他有些中醫藥的問題 或者新的問題 我很歡迎的 他隨時可以問我 是啊 都可以和余教授 大家互相探討一下 是啊 因為我自己有間學院 也都有個診所 很歡迎 或者如果哪位家人 有什麼重要的事故發生 我願意去醫院的 我其實不止一次、兩次 很多次 我去醫院急性室去救人 嗯 真是要代表所有人 都要謝謝你 因為去救了一條人命 是一件很珍貴很珍貴的事 是啊 很多醫院的 其實已經放棄了 是 只要你家人不放棄 我們是義不容辭的 嗯 好 多謝余教授 在節目完結之前 你選了一首歌 叫《世事如期》 送給我們所有聽眾朋友聽 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或者是 為什麼要選這首歌 和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主要是覺得 它好聽 但其實它也有個意思 因為 我們讀大學中庸的時候 它叫做 九日生、日日生、又日生 我們做人要不斷努力 不斷向前面看 只要我們日生又生 即是我今日的我 好於昨日的我 明日的我 比今日的我更好 那就行了 好 我們就努力把我們自己做好 以及吸收更多的知識 好 多謝 再次多謝余賴永教授 和我們分享 送一首歌給大家聽 就是《世事如期》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 中絕歲月西線與期 每局都光怪落尼 就情就緣 人事天天變 有喜悅有悲 一言愛恨 細線與期 每局都充滿傳奇 若憑若笑 難變心中意 像被我前做戲 付出包萬里 今天天氣行有自己 今天天氣行有自己 做翻盤棋 共能樂 衝破內心發力 衝破內心發力 將眼遠望西似預期 每局英文擦入尾 衝破內心發力 彈求和你其毅相比較 為甚麼 為甚麼做人道理 為甚麼做人道理 每局都充滿傳奇 每局都充滿傳奇 若憑若笑 難變心中意 像被我前做戲 付出包萬里 今天天氣行有自己 做翻盤棋 共能樂 和你其毅相比剩 和你其毅相比真 和你其毅相比 很明顯 比我更多 而為甚麼 為甚麼 兩局都充滿 為甚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